BNO身份移民英国 是未移民的 通常拿BNO去英国就5加1 就是你在这里住5年 然后就用一年时间去申请居留权 5加1就未必一定给你加到1 因为未必是批的 现在就不是关心批不批的问题了 我们之前也经常说 5加1你住了5年之后 英国可以用很多藉口不批你 譬如说你英文水准不好 或者对英国历史不熟悉 或者给你一个考试 考一下你 然后他又可以找一下 你是不是在香港有犯过事 总之 然后又可以说你好像年纪又大 或者是技术 不够技术是留下是找工作 总之5加1就是 当年英国放出来一个很绝的计划 总之吸引了你过去之后 住了5年到时才算 因为5加1很明显就是保守党 上场早点执政好过 就只管看你的工党做成怎样 总之工党上场第一件事 就是所谓之前保守党答应的 所有东西都可以随时推翻 这才是恐怖 所以这么多 现在说的是20几万个应用 截至去年中 即截至2023年中 大概有20万个个案 就申请了 EBNO进入了 即移民兴国 20万 现在大概 每个月大概是1万1千个申请 少了很多 之前就可能说2-3万个申请 现在就大概是1万1千个申请 所以如果去年年中是20万 那现在可能到现在就大概已经有 有过了大半年了 可能现在都有整 25-30万 这个BNO的申请是获批的 有多少去了呢 应该陆陆续续是在去的 那我估计 不是我估计 就是数字告诉我 2024年 当你年底了 可能应该都有30万个申请个案 以BNO是去了英国 那30万个个案 不只是30万人 不是单身的 有些可能 就是整家人去 那可能人数是还会多 好 但是这30万个个案 其实现在面对的 都是挺担心的 令人担心 我看看这些图先 工党大获全盛 新首相就叫做施己言 国内就译读斯塔蜜 斯塔蜜 我想用回香港的那个译音 施己言好像好听一点 施塔蜜 就是施 施物 中间加个塔字 好像不是很好听 施己言好听一点 我们就叫做施己言 这是新首相 好了 上一场之后 现在他准备的内阁 昨天都给大家看过 主要是四大个重要委任 那最受触目 当然是左下角这个 是戴卫雷米 戴卫雷米 即是叫做拉米 拉米就是外交大臣 主管外交事务 那他将会很大影响力 究竟英国未来 跟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会有改变呢 因为 现在施己言上了一场之后 他就是说 就是要復兴英国的经济 那如果你想一想就想到了 如果英国经济要搞好 有什么可能 不要依赖中国 就是跟中国的关系 如果好的话 跟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 是可以畅顺的话 肯定对英国经济有帮助 肯定可以舒缓通胀 然后制造多些就业 好了 那现在 我们大家触目的就是看看 这个左下角这个戴卫雷米 究竟他做外交部长之后 外长之后 会怎样跟中国打交道 初步看呢 就有人就乐观的 但是其实他之前呢 他都说过一些说话 我昨天都跟大家提过了 他还是强调三个C 就是跟中国的是 cooperation 亦都是有competition 和challenge 那这些口吻呢 其实是跟回美国那一套的 所以你说 这个新的英国外长 是不是可以和中国 外交上面有很大的进展呢 暂时看不到的 观望吧 但是呢 外长的策略未知之前呢 我们今天想说呢 就是 财商 财政大臣 瑞秋李维斯 瑞秋李维斯仔 右边这位 瑞秋应该是Rachel Rachel 李维斯 Rachel Rachel 这位就是新任的财政大臣 将会由女士担任管理英国的财政 好了 上一手的保守党财相 就是亨特 亨特 原来亨特在今年3月4月的时候 已经说了一件大件事出来 什么大件事呢 就是说 当时英国财相亨特 他说 现在很多人在英国居住 享受英国的福利 但是呢 他们的身份呢 是non-resident 应该正确来说是非 非定居者 非定居者 那应该英文来说呢 应该就是 叫做 那个status 就叫做 non-UK-domisal 就是那些人住在英国 但是他的身份呢 他就说 我不是英国公民来的 那我住在英国 那我住在英国 那原来呢 英国呢 225年前呢 有一条条例呢 就叫做 非定居者的税收政策 那现在呢 很多人呢 住在英国 就说他自己是非定居者 non-UK-domisal 那如果他declare了 说自己是非定居者的身份呢 原来呢 他不用给税 不用给什么税呢 举个例子 手上新伟成 就是前手上新伟成的老婆 就是印度裔的富豪的千金 那新伟成的太太 原来呢 他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 Asata Murthy 新伟成的太太呢 原来呢 他收紧每年呢 以百万计的英镑 的dividend 就是股票的股息 那这些股息呢 原来他就是 因为他持有了 印度他家族的一些 大生意的股份 那所以每一年 新伟成的太太呢 因为印度来自印度家庭 非常富有家庭 他是收紧 在印度他公司 给他的股息 那是说millions of pounds 就是多少 不知道多少百万的英镑 就是以千万港元計 那他收了股息呢 原来是不用给税 因为原来新伟成的太太呢 就自称是non doom 或者non uk domicile 或者叫做英国非定居者 凡是你说自己是英国非定居者 你在海外的收入 赚的钱 不用给税 因为你在海外赚的钱 原则上 已经在海外 已经给了一层税 例如他举个例 如果我持有B&O 去英国 那我就说自己是非定居者 那我可能在香港还有股票 有dividend 那dividend给了我 通常我在香港的股票 我收了dividend 已经是扣了个税 要给股息税 那我就跟着 就是香港已经给了 那些钱可以拿去英国 英国就不会再收了 那又或者是这样 假设我真的拿B&O 去英国 举个例子 我继续做巴士的布 举个例子 假设我去英国 我拿B&O 我继续做巴士的布 上个zoom做 那我继续逗巴士的布 即使人工 是吧 那我在香港给了身份税 那我去到英国 我就不用再给税 如果我说自己是非定居者 或者是non uk domicile 或者是non doom 我就不用付税 好了 这个就是225年前 留下来的一个法例 所以很多人去英国 就说自己 我是non doom 我是non uk domicile 所以我在 譬如我在 我虽然拿B&O去英国而已 但我在香港还有收入 我在香港还有一份 网上的工都不顶 或者我还有股息收的 全部不用付税 我在香港付了 好了 今年4月发生什么事呢 今年4月 当时的英国财相亨特 亨特 亨特就说 我要取消225年前 这个例子 你们这群人来到英国 享受我们居住的福利 但是你就不付税 你的海外收益不付税 其实他在说 首相辛伟成的老婆 首相辛伟成的老婆 收到印度股息 印度公司派给他的股息 原来他住在英国是不用付税的 他贵为首相的太太 他竟然跟人说他自己是非定居者 他是non doom 好了 那今年4月呢 当时英国财相亨特就说我要取消了 我要取消 他就说是准备取消 他说未取消 未落实 可能要真真正正正取消这个政策 可能今年年尾也不顶 他可能想着年尾大选之后才算 怎知现在1分10 辛伟成提前大选 那工党已经上了一场了 那大家就说 啊 工党上了一场 亨特不会做这件事 亨特也下台了 你就错了 这位阿姐 这位阿姐 瑞秋李维士 做新财长 他上场之后 他已经立刻说 哦 4月份 保守党财相亨特所说的东西 取消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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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付税 就是海外的资产 或者海外的收益 不用付税 他会继续执行 他会同意亨特所说的东西 所以呢 Rachel上了一场之后 应该呢 大家去了英国的话 就不可以再用一个 非定居者身份了 是逃避 你在海外的收入 看来呢 你在海外的收入呢 要付雙重的税 即是假设我在香港有收入 我付了一次税 接着这个收入报给英国政府听 英国政府将来 再收多一次税 税率呢 是高达 有机会是35% 35% 你想想 即是假设你在香港 譬如你有很多股票的 你每年收股息 收10万 这样才算 你接着已经给了一些 dividend ta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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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 我不太记得 我当你给一成 即是10万 譬如你收到股息 给了一成 香港政府 只剩下9万 9万 拿到英国 英国政府再收你35% 即是多少钱 95% 45% 93% 27% 即是又收你31,500 即是9万元拿到去 再减31,500 只剩下58,500 即是你香港股票 当你收了股息10万 到你拿到英国 只剩下58,000多 足够没了四成多 那也挺严重的 股息是这样 假设你 租金收入呢 如果你香港还有一层楼 接着在收租 租金收入 那些租金收入 拿到英国 英国政府 多谢 给我35% 这个政策 上一手保守党的财长 亨特 在今年3月4月建议 他就说将会实行 好了 今次工党上场 他新的财政大臣Rachel Rachel 李维斯就说 啊 我都会实行 虽然保守党落台 工党上场 他都会实行 最惨的 还加多一件事 他加多一件事是什么呢 他可能会要求 是收遗产税 先说回刚才那个 首先 他实行亨特 取消非定居者 海外收益免税 这个政策之后 如果是这样 香港的人 如果用了BNO去英国 将来他卖香港的房子 或者卖香港的股票 赚钱 那个获利 他也是英国要收税 那是不是代表 那些人快快手手 会加快速度去卖楼呢 否则你 英国实施了 取消225年前 这个 非定居者 这个免税策略呢 到时才卖楼呢 你会大事了 你的赚钱 就要付税 35% 好了 刚才说 一直都在说 这个是新的税收 还有一个新的税 原来这个新的财长 就会说什么呢 就是遗产税 遗产税 将来呢 即是你用BNO去英国 那又 大家来试 八年归佬 那你香港的遗产呢 都要收税 如果你继承了香港的遗产 即是有人八年归佬 你继承了香港的遗产 那你可能要给六成 给英国政府 你只能收到四成 这个就是 最新的一个税务 就是一个工党 这个新财上 放了封出来 那就大事了 即是拿BNO去英国的人 香港人 他在香港收入 首先很快就要收税 给税 可能高达35% 他日 如果香港继承到遗产 他要给遗产税 可能高达60% 所以就 大家计算一下 计算一下 会不会因此很多人回流香港呢 计算一下 不知道 但是现在看数字 今年到年尾 应该大概有30万个BNO 个案 是批了的了 真的 都是几十万人 是离开香港的 难怪香港的楼市 一直都没有什么起色 但是这群人去到英国 是不是真的这么顺利呢 如果一看来 似乎英国政府 最初做5加1 正正就是 给5年 他自己想一想怎么做 到最后加1 批不批你居留 他都会想过 哪些人会批拘留呢 有钱有资产就批你 有技术那些就批你 年轻人就批你 英文说得好些就批你 那一班呢 没有资产 英文说得不好 年纪老一班 他真的可能不批你 5加1就变成5加0 到时可能真的要回到香港 好 看看这个发展如何 事态发展 今天很快就讲一讲 最后一个题目 就想讲一下菲律宾 就是都 因为前一陣子就发生了一件 很震惊的事 就是两个中国的商人 在一个贸易交易会 贸易会那些 认识了一个菲律宾的华人 叫李娜 那她的形象就是一个很专业的 医疗界的人士 就要求这两个的中国籍人士 就去菲律宾开会 商谈医疗设备的一些事务上的发展 事务上的发展 那两个人去到菲律宾之后 就被绑架 垃缩 最后就是被施票的 虽然是有给了一些资金都没用 最后都是被施票 那我一直都有留意这件新闻 但是我不想说 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事实上 两个中国人在菲律宾被绑架 然后被杀害 我听过不少 以前菲律宾绑架华人 那就是马可斯时代 不是小马可斯 马可斯是她老爸的时代 其实菲律宾很多有钱的华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都是风声学雷 很害怕被绑架 出街要低调 要请保镖 甚至尽快把资产移去海外 曾经一段时间 菲律宾的华人被绑架 这个案例是很多 后来到杜特尔特做菲律宾总统 基本上那段时间 菲律宾可以说是 嫌打毒犯罪犯 所以其实是带来一定的繁荣 所以到达尔特时代 其实菲律宾的经济都相当不错 那尚风有幸 当我做银行的时候 我都去过马尼拉出差 那现在是说的是多少年前 可能是说的是十年前 我开始 我都有去马尼拉 初初很多朋友跟我说 上风你去马尼拉出差 你怕不怕 我说不怕 我去到马尼拉 我看到真的很繁荣 特别是麦卡蒂的地方 就是那个商业的中心 是很繁荣的 很多商场是新起 很多高楼大厦 还有我去菲律宾出差 我也是见一些银行 或者是亚洲发展银行的人 还有也有当地的办公室的人员陪同我去 或者是安排卖车 所以相对地安全 那我去马尼拉出的酒店 都是五星级的 都是相对安全的 因为有很多外国人 酒店旁边也有很多的商场 或者有酒吧区 那是相对地安全的 晚上也有很多外国人在 现在说的是五至十年前 你会比较少听到绑架案例 所以当年我去马尼拉 我都见识到 我都觉得伊菲律宾不错 发展得很好 都是好事 终于由一个这么多绑架的国家 发展到现在杜特尔特上场 经济也好 相对地在市面上是相对地安全 但是想不到最近又再发生这些事情 好了 两个中国人死亡 原来根据菲律宾的主流英文媒体 《询问者报》报导 原来刚刚几日前 菲律宾警方在邦板牙省 发现了九具外国人的尸体 其中六名的受害者是中国人 就是刚刚几日前又死了九个外国人 其中六个是中国人 哇 我看完这个新闻 好像其他传媒没有什么报导 但是我看到这个新闻又有这么说 可能真的 两个中国人被绑架撕票 真的是冰山一角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菲律宾不是明明普转了吗 这个治安 原来似乎小马开斯上场之后 情况真的不同了 不同了的意思就是 原来治安真的差了 近日就更加出现这个个案 更加令人惊 令人联想到是什么事呢 就是缅甸北部的诈骗案 这些电骗案呢 高调地被摁了 就是摧毁了 所以在缅甸北本来的犯罪集团 原来呢 据称最近就移了去东南亚其他国家 可能是说的是泰国和菲律宾 那这些博彩 电骗 这些这样的集团呢 正在在菲律宾和泰国是复苏的 而菲律宾为什么最近又多了外国人死呢 似乎是 正正就是这些博彩电骗 这些诈骗集团呢 去了菲律宾 继续从事犯罪 继续是 从事这个是 走私人口 或者是将一些人捉了去帮他做事 那原来现在可能呢 可能 有报道是指呢 有分析指呢 是有机会呢 现在呢 缅甸北的犯罪集团呢 有部分是移了去 菲律宾和泰国 那所以呢 凡是这些这样的 就是电骗集团 骗了人去做事啊 那哪些人不就范呢 最后的结果就是很惨 当然是 可能命都没了 所以最近这几天 说有九个外国人尸体 被发现在菲律宾呢 都挺有机会 跟这些这样的电骗集团有关系 可能有些人不听话 去到 可能最后就是 命都没了 那或者也都是 贫密地发生一些绑架的事件 如果绑架事件 如果譬如中国 这两个商人的事件 直接是给了负金 都要冲命 都要撕票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大家真的 真的要 提高警惕 就是说 不是说不可以去 菲律宾和泰国 你可以继续去 菲律宾就真的少了 现在都很少去菲律宾旅游了 但是去泰国旅游的人 还是很多 那如果真的 缅不的集团 是有些迁移了去泰国 和菲律宾 那如果大家去泰国 都真的要小心 千万不要独自一个人 去酒吧喝酒 一定要一群人一起 一定要一群人一起 喝些饮品的时候 就特别小心 如果那个饮品是 就是 你是蜜蜂的 灌装 就会好些 如果你一杯一杯 拿来给你喝 你都真的要小心一点 如果你一个人 一个人两个人都要小心一点 不要乱喝东西 随时喝完之后 都不知道什么事 这个是我 看到这个新闻 在想的 我不是代表 告诉大家 泰国有事 不过就 永远都是 如果现在 告诉你 这些免败的犯罪集团 移了去泰国和菲律宾 那你总之 去到这两个国家 你就要小心一点 出门的时候 就是 吃东西喝东西都要小心一点 不要一个两个人去 最好大盘人去 好了 现在说回菲律宾 如果真的说 在小马可思的领导之下 现在菲律宾的内政 搞得越来越差 对外政策 外交也越来越差 难怪菲律宾的治安也越来越差 这些犯罪集团也是非常专业 整个局 整个陷阱 骗这两个中国人去 说是营商 其实就是绑架纳索 类似这些事件 其实真的不简单 其实真的要 最惨的是 中国和菲律宾的拗叫 是升了级 就算中国政府说要介入 撤查这件事 如果菲律宾政府不合作 也很难搞 最近又有一件事 又要说 原来有一个报导 就说上个月 有三个中国游客 和一个马来西亚游客 在菲律宾又被绑架 最后有两个中国游客 就走了出来 挑衡逃生 剩下那两个在家属交了负金 之后也被放走 这四个 包括三个中国游客 和一个马来西亚游客 没有死 就算幸运了 两个走掉 两个给了负金 之后就放了 好了 最后原来抓到绑匪 抓到绑匪 原来当中有四个菲律宾警察 是一个很高级的 是少教的军下 这就大件事了 如果中国政府想介入 叫菲律宾去撤查 这些绑架案 中非关系差 菲律宾可能政府根本不会理你 最大件事 原来菲律宾的警察 原来是警匪一家亲 就是最近这个个案 四个警察是绑匪的 那就大件事了 如果真的有什么事 你想报警也没用 那些警察是绑匪 那怎么办 就是小马科斯时代 竟然又再出现了 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 那看来呢 杜特尔特也要回来了 你自己回出来也好 对子女回出来也好 总之杜特尔特 我想可能 其实他会即将 和女儿和两个儿子 再重新参选议员 希望他选到 选到之后 或者是下一次的选举 重新执政就最好了 否则呢 如果现在看现在的事态发展 大家最好都不要去菲律宾了 甚至乎去泰国 大家都应该小心一点 提高警定 好 今天时间差不多 说一点点欧洲国家杯 或者说一点欧洲国家杯 好 看看最新形势 看看这个图 看看这个图 这个是 最新形势 这个不是 这个是美洲杯 看看欧洲国家杯最新形势 这个是 那四强产生了 好了 昨晚 荷兰就2比1 赢了土耳其 荷兰入了四强 那英国呢 就是 比想象中失望 比瑞士入了球先 原场前10分钟 1比1 但是全场来说 英格兰的攻势是多些的 看看谁把握到 瑞士把握到 开了纪录 那么英国呢 就是 英格兰就 原场前10分钟 79分钟追回 那接着就打和 加持打和 那四十二晚呢 就英国是赢了5比3 那就是英国晋级四强 那就将会对荷兰 就在7月11日 那我相信呢 英国赢荷兰应该没问题的 就是我猜 那所以我猜 那我一直都猜 决赛的队伍应该是英国 有一直 那另一直呢 那另一直呢 也是一如我之前预测呢 就是西班牙呢 和法国呢 是晋级的 那我就觉得西班牙和德国一场呢 就非常之好看的 其实德国是不太好 有撞柱了 那就是把握不了机会 西班牙是把握得好一点 所以西班牙晋级 但是德国其实也打得很好 那晋级之后呢 西班牙对法国呢 我猜西班牙呢 应该可以赢到法国的了 那所以我如无意外呢 我认为决赛两队呢 应该是西班牙对英国 而最终拿冠军呢 我始终是看好西班牙 看看我说得对不对了 好了 那至于美洲国家杯呢 都如火如荼了 那今早刚刚呢 就举行了呢 乌拉圭对巴西 结果0比0打和 42码呢 就乌拉圭赢了巴西 所以乌拉圭入四强 至于哥伦比亚呢 就 昨天是赢了巴拿马 是5比0 是不是昨天 昨天还是今天 好像是今天 总之 所以现在 美洲杯呢 国家杯四强就是 乌拉圭将会对哥伦比亚 这场呢 就是 相当激烈 好看的赛事 其实乌拉圭和哥伦比亚呢 今届也是打得非常好 任何一队呢 赢了呢 我都觉得是 扔第二队不抵 就是两队都打得很好 就是两队我都很喜欢的 乌拉圭和哥伦比亚 那我可能会稍稍称高 哥伦比亚一点 是 哥伦比亚就 有利物浦的左翼 路易斯 那 乌拉圭也有 乌拉圭也有 利物浦的中锋 纽尼斯 好了 那两队应该是 现在四强会对碰 7月11日 那另一边 另一条线呢 就是 加拿大就赢了 这里是瑞拉大 很辛苦地赢 加拿大是相对弱 不过他都晋级了四强 那 那阿根廷昨天就赢了 就打和阿瓜多尔 四十二码赢了阿瓜多尔 都比较辛苦 比想象中辛苦 那但是应该阿根廷呢 赢加拿大呢 是绝对没问题的 那 所以阿根廷呢 7月10日呢 应该可以赢加拿大呢 入决赛 那所以最后决赛呢 就应该是 阿根廷呢 对 乌拉圭 或者是哥伦比亚 那 那 最后哪个冠军呢 我就偏向呢 就觉得 哥伦比亚先一点 就是哥伦比亚 乌拉圭 事实一对入呢 我都觉得不奇怪的 但事实一对入决赛呢 我都认为有机会 可以赢到阿根廷 以今届的表现来说 其实最出色呢 就是乌拉圭和哥伦比亚 那很可惜呢 他们四强呢 已经是碰面 那就看看我猜得对不对了 我猜是阿根廷对 哥伦比亚 而最后冠军是哥伦比亚 看看我猜得对不对了 那就是 如火如荼 无独有偶 美洲国家杯 和欧洲国家杯 都是7月15号决赛 那之后呢 就是 即刻来奥运了 奥运就是7月26号 就在法国巴黎去行 那 中热体育项目的观众呢 或者球迷呢 真是不受折磨了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 都有视频看的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是财经类别 有陆宇人金融hi t 和上风的投资攻略 制作内容 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 订阅石楼台 有你的支持 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更多的节目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